据英国《太阳报》3月7日报道,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,美国密歇根州的罗亚岛国家公园里的陀路,泛滥成灾,已经达到失控的程度了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当地政府竟然决定从千里之外的加拿大安大略省,空运了八条灰狼过来,希望能够借此来控制住当地的陀路种群数量。 图 恶狼被工作人员空运到公园里。据媒体报道,美国政府通过直升飞机,将第一批四条狼,空运到了罗亚岛国家公园。 没过几个小时,这群恶狼就投入了捕食猎物的战斗中。据罗亚岛国家公园里的管理员说,由于公园里的陀路数量,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。 为了平衡种群数量,他们才决定找一些陀路的天敌过来。 图 一条灰狼被工作人员网住,就在上周,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三条公狼,一条母狼被工作人员用网袋网住,然后打了麻醉箱控制住,随后就准备送往美国去了。 在这些狼被放到野外之前,他们还被佩戴了一个无线电象圈,用来跟踪他们的踪迹。 而且也提前做了检验检疫工作,以防带来疾病。 图 工作人员在给狼上项圈。 罗亚岛国家公园的官员马克罗曼斯基对记者说,他对这起狼印象深刻。 他们被空运到罗亚岛国家公园后没几个小时就缓过神来。 一放到野外就如狼似虎。 这些狼狼体重达到40公斤。 攻击力极强。 应该会很快控制住这里的驼鹿数量。 图位公园里的驼鹿。 除了前期到达的四条狼。 后续罗亚岛国家公园,又从加拿大引入了四条。 现在总数已经达到了八条。 其实早在去年。 罗亚岛国家公园的管理员就提议, 至少要从加拿大引入三十条狼,才能够控制住不断膨胀的驼鹿数量。 据统计,罗亚岛国家公园的驼鹿种群数量,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已经达到了一千五百头。 而目前只引进了八条灰狼,就像控制住这些驼鹿,恐怕很有难度。